哈囉 不好意思 臨檢喔 警方來到台中一間汽車旅館 一進門就發現被害人坐在角落 另外還有幾名嫌犯坐在沙發上 一臉驚恐 員警往二樓走 還有新發現 床上有一名男子伴裸 他也是被害人 頭部 胸部 手臂 大腿 全身多處傷痕 警方在現場搜出兩把空氣槍 二級讀咖啡包 十五包 把嫌犯們通通帶回警局 毆打設計師就發現 海中西屯一間汽車旅館 18號凌晨兩點多 25歲零姓男子跟22歲陳姓嫌犯 兩個人曾合夥投資 50萬裡面零姓男子付了30萬 還有20萬遲遲沒拿出來 對方約他在汽車旅館談判 瞧不攏 動手施暴 過程中拿空氣槍朝對方射擊 彈珠 傷到被害人 錯傷以及頓傷 那另外在大腿有兩公分的交加 但沒有那個所謂的槍擊的部分 警方說醫院診斷證明書上 被害人大腿上不是槍傷 但現場有搜出空氣槍 訊問後依妨害自由恐嚇取材 傷害罪毒品以及槍炮彈藥刀蟹管制條例 將7位嫌犯移送法辦 TVBS新聞陳怡君許又翔 SNG小組台中暢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